希望你能够大声一点读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 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 暂时忧愁 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就比那被火试验 仍然能坏的金子 更显宝贵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得着称赞 荣耀 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 却是爱他 如今谁不得看见 却因信他 就有说不出来 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 就是灵魂的救恩 论到这救恩 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寻求考察 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 基督的灵 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是指着什么时候 并怎样的时候 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那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 传福音给你们的人 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 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天父这是何等的特权 我们这一群有限的人 可以到无限的神面前来敬拜 这是何等的福气 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把心中的感谢 口中的赞美都归给你 我们求你的圣灵 把圣经向我们打开 让我们有耳可听的 都能够听得见你要说的话 求你借着这些话 让你的百姓可以成长 在地上能够享受 并且彰显你的自己 好让你在你百姓中间 可以得着一切的称颂 荣耀和赞美 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开始 他就想到每一个神的百姓 都是蒙神所拣选的 都是在回家的路上的天路客 也都是被分别出来 洒在世界各地 能够为主做见证的 所以这些人都是有荣耀盼望的人 深知自己 是被父神所爱 被子神所赎 并且被圣灵分别出来归给神 当彼得想到有这么尊贵荣耀身份的时候 彼得里面充满了兴奋和喜乐 他就涌出了对神的颂战 我们今天常常在英文的世界里面 有听到一个字叫doxology 这个词现在是专指在聚会结束的时候 唱一首对神颂战的诗歌 有的时候把它翻作荣耀颂 有的时候翻作三一颂 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就是向神说或者唱心中的赞美 所有新约的作者 跟彼得 都在他们看见了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 发出了这个doxology 在他们的赞美里面 充满了赞叹 充满了赞叹 兴起喜乐 感恩 那不是像我们平常唱的赞美诗 很多教会唱赞美诗 跟兵仪馆唱的歌是差不多的 神的百姓啊 不是没有兴奋的时候 我跟一群基督徒去看NBA的比赛 还不是看最后的那个决赛 还是东区的初赛 这些年轻的基督徒 当他是喜欢的那一对 灌一个篮啊 或者是抢到一个对方的球啊 你看他们那个兴奋啊 那个赞美啊 是情不自尽的 我可能也跟你们说过 我在上海的浦东机场 我也见过一群年轻人 情不自尽地 表露出他们的爱戴 那个机场里面那些年轻人啊 那个尖叫的声音啊 全机场的人大概都吓坏了 连那些贩卖店啊 那些服务员啊 你生意也不做了 别往那里跑啊 我问他们 干什么 他们说周杰伦在那里 一个人 当你看见 当你遇见 你心中真正让你兴奋 真的美丽 真的让你情不自尽地要赞美 难道不应该是在 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的时候吗 当圣灵透过圣经 把这一位荣耀的神 祂奇妙地作为 祂的伟大 祂的慈爱 向我们显明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基督徒 剥饼的时候 半点感觉都没有 坦白地讲 因为没有看见 瞎眼 因为没有看见 对很多人来讲 剥饼就会是负担 你如果真的看见 这是多么让人兴奋 这是多么让人开心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 很真实的考验 你读神的话 你是瞎眼还是没有瞎眼 瞎眼的人读圣经 你不要以为研究神学的人 都不是瞎眼的 法利赛人和文士 拼命研究圣经 他们绝对瞎眼 今天很多的神学家 更是瞎眼 为什么我说他们瞎眼 因为你看他们越研究 越研究 越研究 你看不见他们里面 兴奋 喜乐 赞美 爱主 爱人 你看到的是里面的 自意 愤怒 因为别人不听他的 别人不接受他的看法 你就知道 他是瞎眼 如果 我们今天 我们说我们爱主 世界上的人 魔鬼 天使 他们的眼睛 跟人民的眼睛一样 血亮 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里面到底对什么事情 会让我们兴奋 会让我们开心 会让我们赞美 那显明出我们 我们里面心中深处 真正的爱慕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每一次敬拜都要很大声 都要很兴奋 都要很情绪的激动 但是我们必须 但是我们何等需要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彼得看见 我们能够从心里面像他一样的发出颂赞 在教会历史里面 很多人都发现 保罗的书信里面 对着信 有非常详细的说明 信心 或者是信德 约翰的书信 特别注重到爱 彼得的书信 特别注重盼望 这是为什么有人称彼得 是盼望的使徒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 从第三节到第九节 在原文中是一句话 非常有趣的 圣经里面每一次有非常长的话的时候 都是有一些非常丰富重要启示的地方 还记得以弗所书第一章吗 一开始保罗的那一段话 十几节圣经 一句话 我们今天读的这段圣经 有非常清楚的分段 第三节到第五节是一段 六到九是一段 十到十二是一段 前面两段结束的地方都提到救恩这个字 第三段一开始也提到救恩 第一段讲到神在基督赐予保守我们的救恩 那是活的盼望和安稳的产业 第二段讲到的是在基督里的盼望让我们在患难中有喜乐 第三段告诉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 第三段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 第三段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就是基督 基督的父神 注意彼得领望是基督的父神 注意彼得领望的对象 是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整个彼得前书强调父神卓越的地位 彼得非常地感谢父神给了我们天路客的身份和使命 他更为着父神赐给我们珠般的恩典福气 感谢神 彼得这里所强调的 这一位父神跟我们有特别的关系 是因为他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我们是属基督的 我们在基督里 所以父神就成为我们的父神 父神怎么向对待耶稣基督的对待 耶稣基督也如何对待我们 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 彼得在这里强调 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根据他的大怜悯 不是根据我们长得帅 不是因为我们有天大的本领 是因为他的大怜悯 什么叫大怜悯 如果我今天在路边看到有一个残疾的小孩在要饭 我觉得他好可怜 我有怜悯 之心对待他 我从口袋里面掏出一点钱 我给了这个孩子 我不是只给他一点零钱啊 我掏出几张大额的一点的钞票给他 请问你我怜悯不怜悯他 是大怜悯吗 不是啊 如果有一个人 看到一个残疾的孩子在讨饭 他蹲下来跟这个孩子讲话 然后他邀请这个孩子 跟他一起到旁边的餐馆去吃饭 他想点什么就点什么 吃完饭以后再给他一大碟的钞票 请问你 这算不算大怜悯 我想那个路旁残疾的要饭小孩子 一定觉得 我今天中彩票了 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好人啊 但弟兄姊妹 我告诉你 这不算大怜悯 我知道庙爷爷看到这种情况 他会怎么做 他看到这个残疾要饭的小孩 他就去叫一个警察 然后跟这个警察讲 我要把这个孩子收养 我要带他回家 那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没有时间跟你们说 但是那个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顺利 那我请问各位 你们觉得 Uncle Miao这样做算不算大怜悯 有一点像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假如说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残疾的小孩在要饭 我们要帮助这个小孩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人出来 他说你要怜悯这个小孩吗 你要收养他吗 可以啊 把你的独生儿子带来 让他代替这个小孩 我们把你的独生儿子大成残废 让他代替这个小孩去要饭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就真的有一点像神的大怜悯 一个被罪恶捆绑的孩子 魔鬼的条件 是要上帝拿他独生的儿子来换 把他杀死在十字架上 这叫大怜悯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什么时候你认识了神的大怜悯 那就说明了你真知道自己的罪 你也真知道基督十字架上的大爱 当你认识这个大怜悯的时候 你的罪恶感完全的消失 你干渴的心被神的爱所充满 你知道这样的人 他的脸上是充满了感谢 充满了喜乐 常常忍不住要跟别人讲这个神有多好 我们中间很多人都走过这个路 但是随着日子过去了 好像慢慢慢慢的就淡掉了 好像神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理所 当然 当我们来读彼得写这一句话的时候 愿宋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 因他承造他的大怜悯 你如果读进去了 你难道不会像我一样有一种惊讶的感觉吗 彼得写这句话的时候 他信主已经超过三十年 信主超过三十年 还有那种兴奋的感觉 让我想到老约翰 当他写约翰一书三章第一节的时候 你看 父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你看 父神是用什么样的爱 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爱 老约翰写那句话的时候 他应该比我现在的年龄还大 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 我求神让我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对着神的大怜悯 有更强烈的感恩和欣赏 神的大怜悲 是借着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这个伟大的方式 显明出来 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逆转 宇宙中没有比这件事更大的事 死里复活的大能比无中生有的创造 还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能力 这一个方式的伟大 不只是它需要极大的 无限大的智慧和能力 是死里复活 证实了耶稣所示和所教导 好像他在罗马书一章四节说 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对我们的意义 你去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去讲 实里复活不但是把耶稣基督 从坟墓里带出来 去到父神的宝座前 死里复活 是让整个的宇宙开始一个更新的变化 而这一个彻底的更新 是从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开始 这是何等让人惊讶兴奋的事情 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能够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礼物 叫做重生 很多基督徒都以为重生 就是我相信啦 我认罪悔改啦 我的罪得赦免啦 我可以不下地狱啦 有一天我可以回天家啦 这都对的 神在圣经中确确实实地命令我们 要相信 虽然神他不会替我们相信 他给了我们信心 他命令我们相信 他命令我们认罪悔改 他不会代替我们认罪悔改 但是在整个新约圣经中的启示 重生 是神借着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的礼物 而必须是礼物 因为我们付不起 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的努力 来得取这个礼物 这是在神的大怜悯里面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的 因这重生 我们才有天路客的身份 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 重生是神主动做的一件伟大的事情 重生对我们如此的重要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 是活不出新生命的样子 基督徒可以做好多好多各种不同的 爱心 服事 劳苦 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让另外一个人重生 重生是神主动做的一件奇妙的事 这是为什么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祷告是推动整个福音工作最根基最重要的工作 而不是一个辅助的工作 我感谢神 我们多少次福音聚会 或者在福音营 或者是我们自己办 我们总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知道 重生是神的工作 祷告是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总有一帮弟兄姐妹 在聚会之前不知道多久就开始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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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于到聚会的进行的同时 祷告都没有停止 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情 我们中间有好多年轻人 我在你们还没有信主之前 我就认识你们 当你们信主以后 你重生了 我非常稀奇的一件事 神怎么会就让你们 对神的话有渴慕呢 你们好像彼得后面将来要说到的 爱慕 灵粮和灵奶 我们中间好多的人 你们信主以后 你们的观念 你们的价值 你们的行为都改变了 你有了新的能力 你有了新的主人 你有新的命运 你们开始在乎神 渴望认识祂 这些都是重生的证据 这是只有神能够做得到的神迹 这是神的大怜悯 神有大怜悯给我们 已经够好了 神用死里复活这个伟大的方式 重生了我们 那更是更好的事 但是不是如此 彼得说 叫我们有活的盼望 叫我们有活的盼望 活的 神重生了我们以后 为的是让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非常宝贵的福气 一个是活的盼望 一个是天上的基业 是活的盼望 活的 不是死的 但是活的 这个更重要的意思 是充满了活力的 不是要死不活的 神给我们的这个盼望 不是 不是画饼冲击 神给我们的盼望 是真真实实的 他曾经这样子说 基督徒的盼望 真实的盼望 是满有信心 把握 确具的 对这未来的荣耀 和神今天给我们的祝福 信心其实 盼望其实就是在信心中向前看 我们相信神说的话 一定成就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我们有这个指望 如同灵魂的毛 又坚固 又牢靠 且通入满内 我们的盼望 他抛锚在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这个历史上的事实 我们这个盼望 今天稳妥可靠 因为耶稣基督 今天依然活着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还有一个荣耀的未来 耶稣基督 必定回来 当他回来的时候 一切都要成全了 想一想 神的大怜悯 已经够好了 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给了我们 重生 这是好的不能再好的 神还要给我们活的盼望 不但如此 神要给我们天上的基业 天上的基业 第四节说 可以得着 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基业产业 这个字原文 其实是遗产 就是一个人死的时候 就把他所拥有的东西 给另外的人 但是圣经里面 有一个新的意义 不是死了 我们有得着 是有了新的生命 让我们可以得着这个产业 是活了 你有产业 对以色列人而言 他们理解了 基业 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主要的就是指的迦南地 你如果读创世纪十五章 使徒行传第七章 都有这样子的教导 但是你如果读猎王纪上 四章二十五节 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以色列人的理解里面 神给人最大的祝福 就是能够安安心心 丰丰富富地承受一块属于你自己的地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日子 这一块地的盼望支撑着他们 我们这些新约的百姓 我们是异乡人 我们是天路客 我们同样是走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 神把天上的基业 这一个盼望赐给我们 来支撑我们 我们要得什么样的基业 彼得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 所以他用了三个负面的形容词 来描写我们要得的基业 那这三个词的描写 刚好就是旧约里面描写 以色列人被掳之后 迦南地的光景 你有兴趣去查以赛亚书24章 以色列人的基业不是永远的 会被别人抢去 会被他们自己和外邦人玷污 更惨的是会衰残 但是我们的基业 是在天上的 没有贼可以偷 没有人可以抢 没有人可以毁坏 你还记得耶稣说 你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吗 为什么要积财宝在天上呢 因为那里没有人可以偷 那那里没有人可以占污它 在那里也没有虫子会咬 不会衰残 为我们存留的这个基业 英文是 原文这个词是一个完成的时态 表示已经早就准备好摆在那里 然后在那里好好地保护着 那这个基业是什么呢 你读新约圣经的话 你发现保罗约翰彼得 和希伯来书的作者都讲基业 但是非常有趣 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 那个基业到底是什么 全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描写人遇见神 看见神 也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 神长得什么样子 为什么 是因为神的自己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 不是我们这些活在时间和空间的人里面 今天可以想象明白的 所以保罗到最后他只能够用一些什么样的话呢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连想也没有想过的 好的无比 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启示录里面 还有希伯来书 他告诉我们 我们的基业是那一座城 那城这个东西很抽象 它不过是一个表号 基业是什么 民数记十八章二十节有答案 耶和华对亚伦说 你在以色列人的境内不可有产业 在他们中间也不可有份 我就是你的份 是你的产业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以为神要给我们的奖赏 给我们预备的产业 是神以外的多么美好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读懂圣经 你知道神的心 神的心是要把他自己给你 在他以外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 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把他自己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 这是饼杯的意义 这是我的身体 你们拿着吃 你把主吃到你的里面 主在你里面 主救了你 让你在他里面 这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是属于他的 他是属于我们的 这是旧约的雅各里面 那位诗人告诉我们的 良人属我 我属良人 I belong to my beloved 好不好 够好了吧 is that good enough 第二次我告诉你 还有更好的 更好的是什么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这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你知道这节圣经告诉你什么吗 神给了我们这么好这么好的应许 大联名 重生了我们 我们有荣耀的盼望 活泼的盼望 而且神要把天上的那个丰富产业 为我们保守好看好的 等着我们去拿 第五节说 并且他要确保 他来保护我们 我们一定可以 平安地见他的面 去承受他要给我们的产业 蒙神能力保守 保守这个字是军队的用词 神用天使天君要来保守我们这些人 那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神怎么保守我们呢 神的天使天君怎么保守我们 神不是把我们放在一个笼子很安全的安全箱里面 把他们关起来 没有人可以偷 没有人可以破坏我们 神也不会把我们做成一个机器人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试探 没有任何的软弱 神不是用这种方法保守我们 第五节告诉我们 神保守我们的方法是 因信 借着我们的信心 神来保守我们 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 神为什么选择用信心这种方式保守我们呢 因为如果用任何其他的方式 我们都有功劳 我们都可以夸口 用信心我们义无夸口 因为信心就是依靠神做的一切 不是我们做什么 以福所书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 此外又拿着信德就是信心 当作盾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所以我们可以夸口 行 行 take up the faith as a shell you can distinguish making the most of chapter 5 verse 16 chapter 6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天使天君要保护我们 让我们胜过一切的软弱 一切的试探 但是神不允许我们做一个躺平的基督徒 神不允许我们做一个不借着信心来依靠祂的基督徒 愿颂战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神 祂承造自己的大怜悯 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 可以得着不能朽坏 不能玷污 不能够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 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 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 我们地头祷 我们感谢了还要再感谢 我们赞美还要再赞美 但愿圣灵用着你自己的话 让你的孩子们从各样的苦难中可以站起来 知道我们是谁 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盼望 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 但愿我们借着信 能够让你的旨意成全 你得着一切的荣耀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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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